由南投县政府所主办的 庆祝金婚、银婚、钻石婚 即以各类开模表扬活动 日前在九族文化村盛大举行 县长林明珍表示 今天表扬共1397对开模夫妻 今天我们县政府表扬我们前线的 钻婚、金钻婚、白金钻婚 这个白金钻婚大概有27对 金钻婚的有400年一对 钻婚的有969对 这次由竹山镇的钻石凯模夫妻 林信昌及林李蜜 两位凯模切下蛋糕 并分享60年结婚的经验 好像九年这样就有事了 我们就软软在家庭 现议员陈淑慧表示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整棉 能在一起都是福分 希望年轻人可以把握当下 小记人说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整棉 一对女婚可以说 结婚50年以上 这是一世人修的福气和福温 所以消费要来 幻想说我们时下的这些年轻人 一定要丁销和百岗 我们所造立的家庭 女婚一定要好好 这样才有发展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相和 组织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 106年度庆祝金婚 迎婚 钻石婚 继各类楷模表扬活动 在所有楷模的共襄盛举下圆满落幕 不但场面欢乐也非常温馨 议员也呼吁年轻人 能在一起就是福分 要好好珍惜 记者邱平逸与此采访报道